大家好,今天是11月26号 清晨我们被朱锦花惊艳了 有11朵,朱锦花同时绽放 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 朱锦花也是懒人的最爱 她的叶片四季长绿 花开不断 朱锦花的特点呢 她每朵花是召开目落 花期不长 能同时看到这么多的花 还是很惊艳的 非常非常喜庆 这与我们家园丁 精心呵护有关 朱锦花呢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 春天的时候 给她放到户外 风吹日晒 10月份呢 我们才给她搬到屋里 到剪枝的时候 我们要肯下手 强剪枝 这次我们也是剪得比较厉害 好的枝叶呢 可以扦插 朱锦花可以用扦插的方式来繁殖培育新芽 另外朱锦花呢 喜欢强光照 所以我们在室外的时候 也给她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 搬到屋里呢 也给她放在阳光最好的地方 一天至少接受八小时的阳光照射 还有就是多浇水 朱锦花呢 在平时有时会出现白粉病 这个呢 就要仔细的观察 一旦有白粉病的时候 可以用小苏打吸食水 进行不断的喷射 这样就能解决白粉病的问题 但是它也不能根除 所以随时要注意多加关注 爱花的朋友 可以在家养一盆朱锦花 愉悦自己 愉悦家人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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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